不明其妙 不明其妙 你干嘛呀你这是 我就不信 这种挑大使试的方法能学画画 你问凡凡 这种方法有没有用 凡凡你告诉爸爸 现在咱们是不是进步了 告诉爸爸 告诉爸爸 有没有进步 咱们不理他啊继续画 来妈妈给你帮我上 这儿呢 多可爱啊 要不我坐那儿你坐这儿 我待不了太长时间还要见儿子呢 怎么了 笑得那么尴尬 沈云 其实 我们想跟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你不会要告诉我 你想背叛老朱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们 是希望你不要误会 误会什么呀 那个 这个事 还挺难开口的 就 怎么了 黄老板对凡凡的评价 其实挺不负责人的 孩子 的确是父母的希望 但父母的希望 也得因地之业啊 你什么意思 卫明之前也跟老朱抱怨过 说梵梵她不喜欢画画 你这么折腾人 累人累己的 何必呢 我儿子要怎么样 似乎不用你来告诉我吧 可是沈云不用 挖一个人来帮忙 沈云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你知不知道 你只是爱无及乌 想把曾经的失去 嫁接在孩子身上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顾小薇你什么心态啊 沈云 小薇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越不堪 越能显住你来是吗 我说你这么想 心里阴不阴暗呢 谁阴暗 谁心里清楚 在美术馆的时候 你一直在给我甩脸子看 我没跟你计较对吗 不就嫌我抢劲了吗 嫌我在这个 导致你跟朱铁丝之间至今 还不三不四的人 面前抢劲了你 心里不舒服吗 告诉你 顾小薇 我现在有家有口 我没有你那么多心思 没你那么多心眼 你想跟她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也无所谓 你用不着心许 你也不用敌视我 更 更不用想着法的 来挤得我 尤其 不要拿我的孩子来说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知道 儿子对我来说 不能挑战机 你玩得太关我了 你玩得太关我了 兰燕没来年四密 兰燕一道如山倒 我就跟你说过 这事真的挺难去的 我就是有病 我就是践行了吧 这么多年没有见你 我有一堆话想要跟你说 可是我偏偏为什么 非得拽着你跟她果乱呀 我就是有病 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病 小薇 小薇 小薇你别弄这个东西 反正挑花演了我爱谁谁 就想生物不骗这家 明天签约后天手术 拆了些我就脱光了见你 免得让人说我不三不四 自己不是那一有关系吗 对我来说就有关系 很大关系 任何假意手术 对事情都是有所谓 低胸的性感吗 低胸的性感吗 低胸的性感 低胸的性感 我今天见多少我就买多少 手术之后我一件一件 穿给你看 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我的胸电来到这里了 小薇你能够这样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拜托了 说句话好吗 我没有 我以为决签可以补我 我以为求贺课假的 我就可以谋谎过关 可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你知道吗 我连造假的勇气都没有 我过不去 我真的过不去 缺陷就是缺陷 他就实打实地狠在那儿 我漫不过去 我漫不过去 你就是自己的根机 对我去什么 你凭什么要等我呀 你凭什么要对我好 你知不知道你对我越好 我压力就越大 你明白吗 我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了 你对我就是一个恩公 没错就是恩公 我偿还不起 漂云端里的我可以躲着 但是现在落地了 落地我就得踏踏实实地去想这些 我们最后这段距离都没有了 你却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 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适应了 老朱 我真的不敢 我不敢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干嘛呢 让你画画听见没 我为什么呀 妈怎么跟你说的 你不画了怎么成材啊 你看着妈妈 这怎么了这是 不是让你放画了怎么了 不是 怎么跟你说好的 爸 不是你 就来 就来 走喽 走喽 不是 你们这是合着伙的吧 不是你呀 你没看孩子是累哭了的吗 你这你 你还要干什么呀你 一哭你们就哄我 还怎么管孩子呀 我跟你讲啊 这教育这因人而异 你不可能让他 生拉硬拽的 就非得招着谁那模子长 问您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问你呢 画伟林崩一个屁 我儿子受俩月罪 你说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行了沈云啊 我不想再为了孩子的 教育问题跟你争吵 教育问题 你手上画伟林干嘛呀 我不就让樊岛学过画伟 怎么着你了 你那么紧张啊 我怎么紧张啊 我有什么可紧张的 相反 我倒是觉得现在啊 这紧张的人是你 色力内忍 不认识 透着伪装被撕碎后的 心虚与慌乱 为什么 我紧张啊 卫明 我发现你真是一朵奇葩 对 我紧张 因为我怕儿子长大之后 因为缺乏什么跟你一样 在别的男人面前紫悲 过分了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你信不信 我我 我可以把昊雨林 在你心中的光辉形象 一录到底 来啊 卫明 好好说 别吵 这儿没你们俩什么事 能走开吗 爸 妈 没事 我跟你管 没什么 不过今天的这个事情吧 我必须得跟他就是 弄清楚了 不然他这辈子啊 都开不了窍了 孙芸 你跟我出去 好 你 你们别吵啊 我没吵啊 我没吵啊 干嘛 你到晚够了没有 等会儿 等会儿 闺院长 你们两个人都在是吧 来你来 黄老板 你跟我说句实话 教学大楼 所有走廊里挂的都是你们这儿的画 一共要花多少钱 黄卫林啊 黄卫林啊 你敢不敢拍这凶蜂告诉我老爸 我们家反问什么时候在你嘴里边变成天才 这儿的情况我调查过 已经揭不开锅了 你们要业务 要利润要钱 所以你就昧着良心的卖好 对不对 申于 这就是真相啊 就在你被人拍了马屁 五没三道的那段时间里 黄老板是一趟一趟地跑到我那儿去推销 张口不拒 你闭口就打得你的旗号 我为什么一直憋着不跟你说呢 我就是怕你伤心 怕你看到现实太过悔涩 你现在明白了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 申于 其实我 我知道 你后来想说你找过我 对吧 错不在你才我 是我太铭心太把你当仙儿了 我忘了 你也得在现实里打管 你们别把事都赖他身上 你愚昧你别赖人家 你记性没那么差 忽悠你的是黄老板 他一句话都没说 就是因为 他什么都没说 所以我信他 沈宇 你就要身在他了是吧 不是不搞过 这有你什么事啊 我看不下去不行啊 你们两口子吵架 拿他谢我又脸吗你们 不是 明白了吧 华卫林 你不讲过事事讲过你 你出现就是错 撩我 鬼使神差的笨证来 就是有人撩我呢 行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美术馆的客户 我要你的画我也有楼 我不在乎你是谁 因为我没有他们这种脆弱家庭 我也见不起来 什么事啊 小薇啊 今儿这个大爷 是从总行调忘了新贷部主任 本人一颗找事的心 难缠至极 我们实在没辙了 想请你出马 你们黑不黑啊 好事你们上 难缠的事就交给我 那这不是顾总 你有类线外交的特长吗 类线再发达 也不能包治百病啊 你这得相信我 有时候他男人跟男人的事啊 难搞 可是呢 女人这么一登场 话一软 泪珠子一滚 就剑颇下驴了 好使 行了行了 既然已经没皮没脸了 那就速战速决吧 这个你一定要柔软 关键再柔软 你懂的 絮刀刀的 上年纪了吧你们 这一点他还有你 你醒啊 好 小黑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 邀主任是吧 新调来的 想跟我们公司找茬 滚出去 我告诉你 金西地产虽然是个民营企业 但是想跟我们金西地产合作的银行多了去了 你要是想继续合作的话就少废话 要是废话的话就立刻给我滚出去 守着个金饭碗的还不把自己当人 得个机会就像我都抛屎 你就不怕儿女嫌丢人不认你吗 你说什么呢你 滚出去 怪不得心浮气躁 跟在这儿呢 怎么 又想躲 除了躲你还会什么 顾总 你们别生气啊 这个都怪我 没沟通好 你说你们公司需需需量大吧 我就组织画家们流水作业 柯伟林她 她比较清高 她说那叫画行画 坚决不干 我不现实 画什么 你想怎么画 你听自己的就行 我不想沾你的垮 那沈宇那头你就 你知道我不想她吗 所以你又躲了是吧 躲躲躲 除了躲你还会什么 我告诉你 树欲进风不止 瞧她的赖车 那是隐瞒质量问题 你拥不着自己往套里钻 都一样的 女人 都一样的 之前是为了得失在不安 无须不安了 又觉得有太多东西 误出其放 因为藏着遗憾 所以 心里乱乱找不着北了 彼此给个机会吧 伟廉 你 你飞不起来 我们就落不了地 你这孩子啊 挑个饮料跟别人聊半天 碰上同学了呗 魏老师打电话过来求助 咱们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吧 哪怕就侧面地 劝导一下沈宇呢 在孩子教育上一家一个模式 咱外人插不得嘴的 你不够意思啊 亏你还暗恋过沈宇呢 你这什么逻辑嘛 没用的 根源就不在孩子教育上 我告诉你 这两口子要吃了上个顿 她没下的 就绝走出这种伤来 当婚姻不再为身级担忧 为生存打拼 爱就失去了基本物质的捆绑 导致浓度是越来越淡 最终因为习惯而看不见 于是所谓的情感世界就闲得猛了 担出了鸟了 就开始把曾经遗憾的 失去的 不管好的坏的 统统进行故事化的演细 放在潜意诗里面走 转眼看今朝啊 就觉得这爱呀 她无处计妨了 于是就宰着一个 能够表达出爱的载体 让自己泛滥好不享受 这是灵魂最深处的问题 请问谁能帮上我 我忽然发现 你真的好有内涵啊 低调 对伴侣保持崇拜感 是婚姻的重重之重 这一点 你做得很好 称重 妈妈 我不以往玩火 看她画得多好啊 色彩多有相当力啊 范范 我觉得咱们呀 越来越好了已经 咱们坚持就在这里 好不好 来 你说这事太好了 这外面都吓大雨了 这还不回来呢 我刚才给她打电话也没接 可能开车呢吧 还没时间 真是的 这人家说这冷空气要来了 还带着梵子往外跑呢 魔爪 他这就是魔爪 你说那什么棒来的 当头棒贺 你给他当头棒贺 他不但不思议 还是变本加厉的折腾 岳父说得极是 写生写生 大周末不让梵子消点啊 这这是不顾我外分死活呀 我把话放着 现在玩一下 待会儿还回来 梵子身上要轮食了一点 甭 甭轮食 湿上一口口 一口口 沈元潮 我给你落了一手 我跟他明白 来 妈妈 回来了 快到家了 妈妈 你又怎么办 我给你 你又没停 我问我 我都停到外面 我这身体不不湿的 我带来雨衣 脱了 脱了 宝宝 他又去了 脱了 宝宝 没关系吧 宝宝 你没事吧 来 来 跟着宝宝去洗手 去洗手 吃饭 放下 去放下 去放下 刚刚 说什么了 这 那有事吧 来 吃饭吧 我说饭凉了 热着菜 你看 你这 啥这么高吗 魏冕神宇 你们快醒醒啊 烦烦发烧了 啊 发烧了 哎呀 这一起夜 就发现他不对了 他老爷 正在给他量体温呢 哎呦 我这天呀 四十度 快等愿 来吧 快 快打人 你别太大 快打 快打 快 先抱着他啊 快 把车开过来 快 你把车到哪儿了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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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你快 你快好了 来来来 小心小心 这边 抱着 有大事在你家里 快快 你抱着 来来来来 小心 马上 马上 小心 小心 你先找他了 哎哎 什么闪 小艾 哎呦 哎呦 快快快 他这边离伤了 这边留我这边啊 你走过点 小心啊 哎呀 咱们快去引引他吧 别在这儿等着了 快引引他 赶快 小心点啊 小心点 走啊 啊 那什么 呃 我去安顿烦烦烦烦 大家也都熬了一宿了 就多歇会儿了 哎呀 幸亏啊 发现了嫂 一个点兵下去 这是乳 要不然转症肥炎就麻了 别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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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点饭去 妈 嗯 甭麻烦了吧 我去做点吧 要不一会谁饿了 还有个正经的饭吃 大爷 您抱 嗯 解脱啊 来 进 进去 躺着吧 孩子 躺着 不是 躺什么躺啊 衣服还没脱呢就躺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你看你手凉着我来吧 笨手笨脚的 你出去行不行 怎么了 我请你出去吧 我 我怎么了 我请你出去 出去吧 好吗 不是 我 买转了 雪文明 你可不可以不用这副贼脸婊 Wr pelo 啊 凡文身病我也不想他 我也很难过 不要弄得我跟罪魁祸首一样行吗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刚才你有点挨手挨脚的 没觉着现在凡文不要让你碰他吗 他是我儿子 我为什么不能碰他 你碰一试试 我问你现在孩子在你手里 都变成什么样了 他都变什么样了 一个四周岁大的孩子 你不阴势力道非得掰着他掌 你这么掰掰掰 你早晚给他掰出残废来 冲着我来是吧 可算得这把柄了你冲着我来 不是 你还来劲了是吧 你干嘛呀 别这儿 我早就看不下去了 你这是教育孩子吗 你这是摧残 你们这 一个个的干嘛呀你们 我这天天的 我这天天的又教课又带孩子 我的辛苦你们看不见 没关系 但是你们吵起架来 骂起我了你们一个比一个大事啊 不是 我们没有怪你 我们是希望你能掌握一些火候 你想想啊 你一个大人你都觉得累 那个孩子他能受得了吗 妈 别的孩子也上美术班 别的家长也这样 你那家长该死你也该死啊 你那叫混账话 话操理不操 人家孩子有着天赋 咱们孩子没着天赋 天赋是靠培养的 他还是个孩子啊 那你也不能分拉应赖 别给我乱磕帽子了行吗 我的儿子 要怎么教育我比你们清楚 清楚个屁呀 喂 喂 喂明儿 你那个文明 我问你 你说实话啊 就咱们凡凡那两笔鬼画符 你觉着好看吗 你也是有审美的 他没这方面天赋 你比谁都清楚 鬼都骗不了你骗你自己 别自提气人了行吗 拔苗助长行不通 我还告诉你 凡凡是我儿子 他不是华伟林的 这才是你的真实心态对吧 这才是你挑唆我爸妈 昧着良心 跟你一块阻挠我的真正原因 什么叫昧着良心呢 不是 谁看不出来呀 就这段日子你变本加厉 你冲谁呢 你不是冲我们 你冲华伟林哪 华伟林飞不起来了 你就哄着凡凡呗 我请你 不要把自己的遗憾 转嫁到孩子身上 也让孩子将来成为遗憾 行不行 干什么去 小语 不是 干嘛呀 不是 孩子病了 小语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小语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小语 干什么混蛋呀 小语 明天都发烧呢 我二十五位 你怎么不能带走 别喝 我叫李小语 别急办婚 妈妈 我不要妈妈 我要爸爸 你听见孩子说什么了没有 你听见没有啊 你这孩子着凉呢 不是你说你能不能 你听见人家吗 妖主任被我骂了一顿之后 反倒老实了 见面客客气气 办事也挺利索 说明男人所谓的博弈 大多数都是把问题人为复杂化 浪费时间 那咱们也取番纠结 完成机会 我只是想告诉你 在很多方面我都是对的 明天一早领证好不好 用心看看华伟林的作品 我真觉得可以提升公司的档次 我的感觉就没错过 相信我吧 我们讨论一下自己的事情 就这么难 我就是想找个气口 让自己赶紧落地 王老板 王老板 顾总 朱总 我可一直都在等你们呢 王老板 你这个小兔子 不能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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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啥呀 我在叫你穿货 你成为一个祸害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祸害 都是因为你 你知不知道我吗 我把个祸害肚凌开 你知不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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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家 不是你想像那样的 你不用冤枉人家啊 他半句话都没说 是我自己猜出来的 才怪 我向他打听你们俩的事 顺便问一下华林林 他无心 我着意 行了吗 听这小子在省城 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就是有点婚姻恐惧症而已 你别在华林林身上 你恐惧什么 你不作罪你兴趣什么呀 你恐惧什么呀 阿姨 我跟小薇只是碰巧遇到 偶遇而已 没有任何 偶遇 他就来买你的话 他就因为你 唐三染老朱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啊 他七荒八素的都是因为你 你知不知道 他走出了我跟你说什么了 你的感情 你的感情是被他利用的 你怎么着 你还非要黏糊在一起吗 你说什么 什么我走之后 周围 有什么大事 那天我这帮阿姨出水 你还说什么你还说 妈 你跟我说的事 我走之后 他没有去过家里一次 他也没有找过你一次问问我的情况 你一直都是这么跟我说的 小薇 你是不是也知道这骗局啊 你们合伙起来骗我啊 这算怎么回事吗 够了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 是我自己在做 蜜缸子里泡着还矫情 蜜缸子里泡着还矫情 谁想不到身边就这么糟 谁想不到身边就这么糟 小薇 你别往歪处想了 你别往歪处想了 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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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是非人自己身上 有你没你都一样 你躲 除了浪费自己屁又没有 你成就不了别人 是 我也是一下我没看见盛云 我没找到他 不会 不会结什么仇 都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结仇呢 对了 晚上啊 咱们吃晚饭的时候啊 聊聊家常 都互相给在台阶下就 就完了 行 爷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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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翻了 想起我来啦 为了我不跑 他们都跑了 你还委屈呢 我觉得这话为林才倒霉催的呢 你还委屈呢 我觉得这话为林才倒霉催的呢 你真觉着 是你妈断了你跟我话为林啊 没她 我们俩也走不到一起 否则当年 我也不会逃出来偷奔老猪 想知道她等我 不是因为想回去 只是 愿意被思念 幸好我妈一直在撒谎 让我的人生轨迹 换得还算利索 你看你现在不是挺明白的吗 你不也一样 现在都复杂吧 是一样 感情早就了结 但是有些印记 想抹也抹不去 一不经意就会泛滥 带孩子带的心理胶材 还人真不会嫌弃的 这词用得好啊 讨厌 其实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心里还有一些遗憾 所以 想强行克隆到自己孩子身上 主观上 卫明有一些小毒鸡肠 但客观上它是对的 的确 这样对孩子 对夫妻之间都不好 应该挺大的 你说卫明要是知道你在这儿自我批评 得敢弄成啥样啊 所以说你要向我学习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华维林 我是要索取 可是对老朱却总免不了 想要等家交换 或许是觉得她不是我的真爱 就害怕对她不公平 所以老朱对你越好你就越紧张 蓝眼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想给自己的错乱 找一个指点 那天我跟华维林说她飞不起来 我们就落不了地 对确 那是属于我们 那边无法取代的寄所 如果不能完美终结 这门就关不上 过来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不干不干 旧梦回不去 就只能妥协现在 未来还有更多的责任需要妥协 所以蓝眼出现的时候就会乱掉 那些激动的激荡的 无以言说的回忆 都会因为妥协越损越小 真的天气过得了 真的天气过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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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语要救我了 快来啊 神语请快点 魏力帮我帮帮我 魏老师 我是文艺学院的学生 三年级 沈老师我也认识 是吧 你在这儿 我在这儿打工 勤工俭学 挺好挺好 能主动为家里分担负担 那个 我说这个话你别多想 如果我买了你卖的酒 你有提偿吗 有 没事 今天老师啊 想喝点酒 说好了啊 不许拍照 你哪敢啊 这个家长对孩子 何必要那么严苛 是吧 你看像你这样 自食其力 阳光生活多好 你以为我从高中到大学 每天都得出来打工 否则就见不到灰心 穿不上新衣服 这样算是挺好的吗 说吧 你是小淑女点润润唇 还是往大了喝 你看我肯定了老公的正确性 你也痛定刺痛了一把 照顾之前咱们必须得嗨一回啊 堕落之后才能浴火重生吗 靠谱 说不定宿罪之后 我就豁出去跟老朱求婚了 真的假的 做子女的 最不能选择的就是父母 只能受着 父母之间的矛盾呢 又一定会辐射到孩子身上 这个谁躲不了 岳老师你喝多了 你跟我说 岳老师你行不行啊 岳老师你行不行 咱们到哪儿啊 那里行吗